如果我们赵家有这么一个儿媳妇的话 我们公婆的脸面往哪儿放 世界上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糊涂的一个男人 秀现在已经很痛苦了 我请你们不要再向他施加压力好吗 他痛苦 你妈更痛苦 告诉你 我绝不接受这个事 妈妈 那你的意思是要让哥哥跟嫂子两个人离婚吗 女人新婚夜醉酒走错房间 丈夫怒将那个陌生男人告了 王俊涛也因此错失升职做主任的机会 因为怕他的事情连累公司形象受损 行长就将他调去了培训部上班 王俊涛的妻子叶佳佳很是气愤 眼看丈夫升职加薪 美好的生活有了笨头 可就因为陈秀醉酒走错房间 搞得自己一个幸福的家庭快要破碎 明明是陈秀无意走错房间的错 凭什么所有的责任 都要让自己的丈夫一个人承担呢 于是叶佳佳找到学校举报陈秀作风有问题 不适合担任班主任 可是校长没有听信他的一面之词 只是告诉他 学校也要经过调查却有歧视 才能处罚陈秀 于是叶佳佳向教委写了举报信 举报陈秀勾引他的丈夫 教委的人找到陈秀 问他跟学生家长到底有没有信上写的事 陈秀表示没有 但他也不愿意跟家长对质 于是他主动辞职不再做班主任 陈秀回到家里告诉赵学鹏 因为叶佳佳的举报 他已经做不成班主任了 赵学鹏听了十分恼怒 大骂王家的人太过分了 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陈秀的心里也有气 当初他就反对赵学鹏去告 赵学鹏却以一孤行 现在闹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可赵学鹏却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心只想告倒王俊涛 他认为只要告倒了王俊涛 他跟陈秀才能回到以前的生活 陈秀眼见劝说不了赵学鹏撤诉 他知道在任赵学鹏胡闹下去 只会落得两败俱伤的后骨 他也不想再在这件事纠缠下去 毕竟最久进错房间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于是他瞒着赵学鹏偷偷去法院撤了诉 赵学鹏接到律师电话 才知道陈秀背着自己撤诉了 他顿时找到陈秀大发雷霆 质问他偷偷跑去撤诉 是不是对王俊涛有了感情 小姑子也想不明白 明明嫂子陈秀是受害人 为什么要忍生吞气 愿由王家人欺负他 他占了你的便宜 你是受害者 我哥去告他有什么不对了 他们王家为了逼你撤诉 用了多少卑鄙的手段啊 你连工作都给丢了 嫂子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他王俊涛怎么能够 因为你喝醉了酒 进错了房间 就把你的新婚之夜给夺了呢 正当娇娇也为嫂子撤诉的事情 发泄不满时 却没想到他们的对话 被屋里的父母听得一字不落 陈秀自从新婚夜出了 难以七尺的意外 一直和丈夫瞒着家里的公婆 现在突然被公共婆婆知道了 陈秀也觉得没脸 在这个家里待下去 还没等婆婆问清楚 是怎么回事 当场吓得摔了杯子 无地自容地跑了 赵母听了赵学鹏说的前因后果 不相信事情真有那么巧合 他认为王俊涛之前 一定跟陈秀认识 要不然陈秀不可能因为喝醉了酒 一整晚都不知道 自己躺在谁的怀里 这种话说出来没有人相信 去跟她离婚 我告诉你 我们赵家 不要这种不清不白的女人 来做我们二媳妇